姑娘为了躲避父母安排的婚事 竟趁着月黑风高跳窗逃婚 还没找到容身之处 夏淼就在大街上遇到了坏人 情急之下 她只能逃进别人的家中 可黑衣人就像高耀一样 怎么也摆脱不掉 正当姑娘走投无路时 王爷从高处缓缓落下 霸气地将她护在身后 紧接着伸出一米八的大长腿 干脆利索地将黑衣人剃倒在地 然后拉着姑娘迅速离开 并和她调换衣服引开黑衣人 等到安全之后 王爷深情地看着姑娘 没想到今会在这里遇到她 心中瞬间激动不已 姑娘梦觉怕黑衣人再回来 表示过感谢之后 便急匆匆地离开 王爷不想和姑娘错失这次机会 大着胆子表露心中所想 这一次 换我来帮你 原来在一个月前 梦觉外出断食欲险 危难之时 好在王爷及时出手相救 这才成功逃过一劫 两人说话间 梦觉误以为王爷是定的遗孤 在生活上肯定十分困难 于是拿出自己的玉佩递给她 希望可以解燃眉之急 而梦觉的心地善良 让王爷不自觉地喜欢上她 就在准备进一步了解时 梦觉却突然起身离开 王爷看着玉佩很是失落 但他坚信两人一定还会相遇 果不其然 上天又一次安排他们相遇 王爷得知梦觉是逃婚至此 于是提议贾成亲躲避父母的逼婚 实则是想把她留在身边 可让王爷万万没想到的是 梦觉的身份竟千变万化 这天晚上王爷到树林里查新娘失踪案 起了线索被别人先一步拿走 就在她无功而返时 突然遭到黑衣人的袭击 经过几个回合下来 王爷直接把对方扔出机密开外 紧接着拿起弓箭朝她射去 谁知被赶来的同伙挡下病就走 本以为线索到这里就中断了 可就在王爷回府去看梦觉时 无意间发现对方的肩膀受伤 并和刚才黑衣人伤的是同一个地方 为了弄清事实 王爷利用帮孟觉带簪子的机会 来到他跟前 然而还没等他进行试探 却无意间看到对方手臂上有许多疤痕 心中顿时疑惑不解 孟觉见状立马装出可怜模样 王爷闻言心疼不已 再加上孟觉的眼泪 瞬间打消他的疑虑 觉得对方就是个苦命的人 心中还暗暗发誓 以后不让他再受一点吻屈 等到王爷离开后 一名黑衣员突然悄悄地潜入王府 由于孟觉是刺客出身 对危险气息十分明感 在对方进到他房间的那一刻 立马用匕首威胁 起料对方也不是吃俗的 就在两人僵持不下时 黑衣人却念出特有暗号 孟觉没想到对方竟也是锁命门的 这才放下戒备 询问他来这里的目的 谁知对方只是前来讨要自己的钱贷 原来就在几个时辰前 孟觉在树林里救下一名同伴 他跟随对方的脚印来到花招楼 刚好在门口碰到灯徒子 于是便出手相助 但他也不是什么大善人 帮花魁白蕊解决完麻烦后 直接向他索要报仇 同为女子 何苦为难女子 是女子 就该豁出命来救你吧 白蕊被逼无奈之下 把自己的钱贷递给孟觉 因为当时不能暴露身份 他这才深夜到访 孟觉知道钱贷背后一定有秘密 并没有打算归还 白蕊见状只能解释缘由 可花刚说一半 就被府中的侍卫发现 他便约孟觉明天子时成交荒庙间 说完就急匆匆离开 次日深夜 孟觉按照约定来到荒郊 谁知这里空无一人 瞬间有种受骗的感觉 在他准备离开时 突然从上面掉下来一株棉花 同时一个黑影从窗外闪过 孟觉立马上前追赶 奇料又来到了花招楼 看着眼前的男子 直接用常见逼问黑影的下落 我花招楼打开门来做生意 自然不会只有您一位做上宾 江湖市到底虚守江湖规矩 这个花招楼真的是十分神秘 明面上是一家普通的酒楼 实则是给人提供线索的地方 由于孟觉没有带银两 最后只能无功而返 可就在街角的转弯处 一位神秘的男子拦住他的驱落 孟觉以为他就是那个黑影 便询问那株棉花的意思 男子知道对方认错了人 不想与其纠缠 正当他准备离开时 一名刺客朝他们冲了过来 男子二话不说就把孟觉拉到身后 然后干脆利索地解决掉刺客 经过查看 确定刺客出自锁命门 孟觉立刻警觉起来 男子见状毫不客气的反击 用手中的铁扇划伤对方的腿 孟觉也不愿吃亏 直接用他的仙仙玉卒踹向男子的腰 你给我等着 两人一口同声地说完 立马反方向离开 回到王府之后 丫鬟细而细心地为孟觉处理伤口 好在冰刃上只是些泄力的药 孟觉顿时气愤不已 没想到男子竟用下散烂的手段 如果下次再碰到他 一定要好好教训一番 殊不知那名男子正是王爷 与此同时 孟觉的那一脚 正好让王爷的腰椎错位 把他疼得呲牙咧嘴 死女子蛮横泼了 要是再让我遇到他 我一定不会饶过他的 好友景艳从未见过王爷被女子所伤 心中不禁好奇对方是何方神圣 想跟他讨教一二 等到王爷在欺负自己的时候 也能出口恶气 随后经过景艳专业的按摩 王爷已经好得差不多 为了查找新娘被害案的线索 他决定再去花招楼 看那里是否有可靠的消息 景艳听后嘴里的茶水立即喷涌而出 伤你的夜叉还在 我岂不是送死啊 不得不说景艳的胆子真小 上渺还想找那名女子讨教 下渺竟又害怕遇到他 王爷见景艳不去 便只能用武力解决 弄得对方十分委屈 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孟爵也不约而同地来到花招楼 景艳误以为对方是来抓王爷回去的 当即拉着他往楼上跑去 其料还是被孟爵撞见 为了不让他误会 王爷立马装出生病的样子 称自己来这里是找郎中的 紧接着还装出委屈模样 质问孟爵是不是不信任他 一路跟随至此 两人的演技不相上下 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孟爵听后则是装出委屈的模样 表示自己并不知道王爷在此 而他之所以来这里 就是还之前向白蕊接的银两 王爷见不得女子掉眼泪 立马相信孟爵的话 并且还和他一起去感谢白蕊 可他们刚走进卧室 就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 地上还画着奇怪的图案 而白蕊则是穿着红色的嫁衣 躺在地上 孟爵下意识地上前查找线索 完全忘记王爷的存在 等到他反应过来时 急忙装出害怕的样子 随后晕倒在王爷的怀中 但孟爵异常的反应 还是被王爷禁收眼底 心中不禁怀疑起他的身份 由于白天王爷一直陪在身边 孟爵只能在深夜来到白蕊房间 可就在他查找线索时 房外突然闪过一个黑影 孟爵立即上前追赶 喜料被王爷拦住去路 既然身份已经暴露 他也不再遮掩 身份是假的 白蕊借钱是假的 刘府欺压是假的 素质的温婉柔弱都是假的 你究竟什么是真的 王爷没想到自己喜欢的人 从头到尾都在欺骗他 顿时伤心不已 这时孟爵看到王爷手中的铁扇 瞬间想起那日伤他的人 拿起长剑就向对方刺去 谁知下秒竟杀出许多刺客 由于对方人多 两人都不同程度地受了伤 为了保住性命 王爷拉着孟爵快速离开 经过这次刺杀 两人也算是患难之交 再加上身份的坦白 他们对彼此不再怀疑 决定联手调查新娘失踪案 由于一直找不到线索 孟爵便想以身犯险 王爷虽然知道他武功高强 但还是十分担心 最后只能自己带牢 孟爵看着换上嫁衣的王爷 脸上不自觉地露出微笑 没想到他竟比女子还好看 现在新娘有了 就差个陪嫁丫鬟 王爷不怀好意地看向景面 既然自己都穿上了女装 那么对方也不能独善其身 因为此次前去凶多吉少 王爷把孟爵单独拉到一边 拿出准备已久的礼物送给他 还将心中对他的喜欢全部说出来 孟爵听后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 只能拿着礼物害羞地离开 次日清晨 王爷按照计划坐上花轿 跟着迎亲的队伍来到城外 果不其然 花轿被抬到地方之后 现场瞬间烟雾弥漫 不一会儿王爷就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好在孟爵一直在暗中保护 这才有惊无险 并且成功抓住一名嫌疑人 经过一系列的逼问 发现此人只是一颗棋子 对案件毫无帮助 可就在他们毫无头绪时 屋外响起诡异的笑声 他们急忙出去查看 起料什么都没有发现 就在他们更加的迷茫时 王爷突然反应过来 发现这是调虎离山之急 等到他们再次赶到屋内时 那名嫌疑人已经命丧黄泉 因为他们一直站在屋外 没有发现有人进出 王爷断定凶手还在屋内 于是让景艳关闭房门 自己则是在屋内到处搜索 最终在架子处发现一间密室 几人快速地走了进去 起料映入眼帘的一幕 竟和白蕊房间的一幕一样 梦觉没想到这一切 竟是白蕊一人所为 先前的假死只为掩人耳目 白蕊见事情败露 便光明正大的承认所有 为了不让他们破坏自己的计划 当即决定赶尽杀绝 可艺人的力量怎么会是多人的对手 几招下来就被王爷他们制服 白蕊已经苟延残喘数十载 现在终于可以解脱 去和自己的夫君见面 案子随着白蕊的死也终于结束 回到王府之后 王爷看着之前的喜福 觉得之前迎娶梦觉十分仓促 并且那时两人心意也不相通 于是决定在风光的迎娶一回 不过在这之前 他一定要弄清对方是否喜欢自己 王爷怀着忐忑的心来到梦觉的房间 由于怕对方拒绝自己 便一直站在门口徘徊 梦觉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也不自觉地喜欢上王爷 为了不错过对方 大着胆子说出心中所想 王爷听后瞬间开心不语 当即向梦觉求婚 起料对方竟提出大胆的想法 按照梦觉的要求 王爷再一次穿上嫁衣 不过这次的另一边是自己的爱人 随后两人在众人的欢呼中拜堂成亲 自此过上快乐幸福的小日子